为了关怀景美春三站部落 嘉湾部落 还有嘉明部落的弱势家庭 15号晚间华莲县向善关怀协会 洛燕林志工团队 共同举办了让爱不缺席围炉宴 16号在三站部落多功能活动中心 席开了40座让大家来围炉 现场还有丰富的摩采品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15号晚间三站部落多功能集会所 办理了111年 让爱不缺席围炉宴活动 华南县三站关怀协会理事长林静露表示 去年度受到疫情的影响 影响到部落的经济发展 让生活上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协会本着关怀弱势的理念 并且和6月领志工团队 共同目得实施做的围炉 让三站部落 嘉湾部落 嘉明部落 和新陈乡的弱势家庭 在寒冬之际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这次办这场活动的意义呢 就是因为在2021年 疫情态度严重 然后就是造成很多的弱势家庭 在生活上其实更加的困难 所以我们像各界 就是募款啊 希望就是让大家可以稍微 就是快过年了 感受一下就是社会上的温暖这样子 然后今天来参与的一些弱势家庭啊 跟独居老人都是我们秀林乡 就是嘉湾啊 三站啊 嘉明啊 包括有新城那边过来的一些弱势家庭这样子 然后今天席开40桌 就是有400人参与这样 然后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 就是在社会的角落 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有人更需要我们的协助跟光华 华南县商商关怀协会理事长林俊鲁表示 协会本着回馈相应的理念 对关怀弱势可以说是协会最大的信念 而这次洛云林资工团队也获得相当多的莫财品和围围座次 还有台中市慈悲功德会 华南县原样一文发展关怀协会 西口文件站的大力协助 让大家在在农历前夕 隐聚在一起让家园更加温暖 记得转秀养老